这些带着盔甲的烈焰人就是强化的烈焰人 护甲值也非常高,有15点 这时候弓箭就对他们无效了 哈喽,各位线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杨模子白宝箱 今天我们来到了下界 那是因为本期的魔祖和下界有关 看到后面的小堡垒了吗 也是这块魔祖里面的 这块魔祖的话国内也没有搬运 所以没有一个准确的中文名 我们先来看后面的建筑物 魔祖中总共有三种地牢 这是一个小型地牢 不过看上去已经不是特别小了 走进去后就开始刷怪 这些带着盔甲的烈焰人就是强化的烈焰人 护甲值也非常高,有15点 这时候弓箭就对他们无效了 射过去会被反弹掉 但这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 就是不会吐火焰,只能近战攻击 打败它后就会掉落魔祖里面的一个材料 地牢内部还有这种不完整的凋零 比起普通的凋零,他们只有两个脑袋 就感觉没有完全发育好 地牢中还有这种火焰陷阱 踩上去就会被点燃 所以得非常小心地探索 哦对了,打败不完整的凋零 有几率掉落他们手中的巫斧头 这是一种比下界合金还要厉害的武器 也是魔祖里面的全新矿物 这个地牢中处处都是这种破碎的方块 当我们站在上面时就会碎掉 生存模式下还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怪物也是真的多 地牢的中间是一个巨大的凋零雕像 给你们看看强化炼人的厉害 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 我这还是吃了附魔金苹果呢 这必须得附魔一套的情况下才敢来打 然后这是一个地牢守望塔 塔顶有丰富的矿石 基本找到就是发财 里面的话是没有怪的 但我们可以用下界之星召唤出一个怪 有点类似铁盔蕾 可以用魔祖里面的材料驯化塔 之后他就会一直跟着你 就跟狼一样还会顺移 这个我给满分 同时还会帮我们攻击的一人 而且击退效果非常强 直接把村民打飞了 就连我们的铁盔蕾大哥也不是他的对手 然后这是大型地牢 能感觉出来大了不少 现在我们来到主世界 介绍一下大型地牢里面的boss 这个叫可怕的恶魂 长了四个脑袋 有200滴血 而且射速非常的快 但是当他的血量少于50%的时候 他就只会近战攻击了 这个时候就非常好打了 然后就会掉了一把独特的枪 射出去会有小范围的爆炸效果 但是不能打偏 打偏就会冷却一段时间 模组里面还有雷神之锤这种道具 总体感觉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除此之外还有墨地的道具 在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感兴趣的小伴可以去下载体验一下 那本期视频先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咯 拜拜